中三高级华文单元六 坦然走过乞丐 有一天 我和来自海外的一个朋友结伴成地铁 地铁通道里 一个肮脏的老乞丐裹着污浊破毡 半跪半斧地挡住了阶梯 地上的破旧草帽中 零星的前臂闪着暗淡的光 沾下像枪管一般 刺出半截腿 该长脚的地方 却是一团褐色的腐肉 看到这情景 人们不得不远远抛下点钱 然后陶也似地躲开 眼前的这一幕引起了我的深思 乞丐是一种现象 他把贫穷和虚弱表面化了 把人的祈求施舍赤裸裸地表达出来 让他人在同情之后 起了帮助的欲望和收获施舍的喜悦 朋友迈步走向乞丐 我知趣地退后了几步 和朋友拉开距离 依他的慈悲和博爱 无论捐出多少 都是心意 也是隐私 出乎我意料的是 他走到乞丐面前 俯身对他说 请您让一让 不要阻挡通道 您没看到人们都绕开您走吗 这让大家多不方便呢 老人抬起半张脸 以沙哑的声音乞讨道 行性好 太太 给几个小钱 朋友坦然走了过去 不曾放下一枚硬币 他进入地铁站 找到站内的工作人员 说 通道上有个乞丐 妨碍了交通 请你们劝他离开 我无声地看着这一切 心想 不给钱上能理解 但找地铁工作人员驱赶乞丐 是不是也有些过分 我忍不住替他找理由 便对他说 我看到报纸上的报道 有些乞丐骗吃骗喝 肆无忌惮 白天在街上乞讨时衣衫蓝履 晚上则西装革履地去餐馆吃饭 有的干脆以此为业 几年下来 居然在乡下起楼造屋 成了当地首富 想必你一眼 就看出那乞丐 正是这类人吧 朋友笑了 说 我哪有这等神功 你说的那些事例 我也在报章上看过 至于刚才这个老人 没有证据 我们不可以随便怀疑 我疑惑道 既然你不认为他是坏人 为何不施舍 朋友道 可我也不能判断出 他是否真的贫病无医 难以自食其力啊 我说 这却难了 每个人在掏腰包施舍之前 难道还要雇个私人侦探 一一查访乞丐的收入情况吗 朋友说 我是从不在路边施舍的 那样不是仁慈 而是愚蠢 当然了 我不敢说路边的 每一个人都不该救助 但救助 也要看具体情况 有些乞丐 你给他一点钱 他就扣头 他靠出卖尊严 获得金钱 你却靠施舍得到廉价的满足 你的那几个小钱 是不配得到这样的回报的 他轻易地扣头 轻易地向人展示生理残疾 因为他已不看重自我 也不尊重他人 欲用丑恶博得金钱 自古以来就被称为恶气 被人所不齿 如果你辛辛苦苦挣来的钱 却助长了不良之风 不正与你善良的愿望 背道而驰吗 我随即又问 那我们应该如何施舍呢 朋友说 我们应该把钱捐给正式的慈善机构 由他们来负责救助 这样才能把好钢使在刀刃上 帮助真正有需要的人 从那以后 我也可以像朋友一样 坦然走过乞丐身边 生死朗读 肮脏 果 污浊 贵 赤裸裸 驱赶 肆无忌惮 蓝履 故 侦探 仁慈 愚蠢 叩头 致 字幕志愿者 详 终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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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门 周遇 而 面